恩典365 365天 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面 昨天和你分享 耶稣讲了这样的一个比喻 在将来主再来的时候 对一些人说 你们坐在我身上的 主啊 我都看见了 那些人说 没有啊 我没有坐在你的身上 我也不知道你什么时候来 我怎么知道可以坐在哪里 主说 你坐在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 就是坐在主的身上 弟兄中最小的 昨天和你分享 那个恐怕不是讲年龄的小 而是指他是一个弱势 他所拥有的资源 他所拥有的关注 是少的 今天媒体 我也是做媒体的人了 媒体把大家的目光都集中在一些人的身上 当我们做 我自己在做媒体工作的时候 我也常常提醒我 不要做那个锦上添花的人 别人都报道这个 我也报道这个 结果所有的资源都涌到这些人的身上 或者这些团体的身上 而在这个世上 作为一个媒体人 其实媒体常常是替所有的人选择我们的眼光 因为大部分人看不到 那边有什么需要 那边有什么需要 大家不知道 媒体就把它拍下来 放在媒体上面 让很多人可以知道 比如说在 成为一个基督徒 觉得我很感动的看到有很多的宣教士 有很多的宣教士 他们真的是站在第一线 而这些宣教士常常都有一种特质 就是埋头苦干 我拼命的做 拼命的做 我不太想到处的去讲 我们就做就是了 但是上帝会把一些感动 放在我们这些基督徒的生命里面 你愿不愿意说 主啊 我看见那个人的需要 也许很多人没有看见 但是上帝给你一个感动 你看见了 求神帮助我们 让我们去做那个 做在别人看不见 把那些关注 把那些资源放在一个 恐怕很少有人会看到他们的 这些人的身上 而这些人 大部分的人可能不在乎 因为看不见 但是你看见了 我看见了 我们可不可以在乎 主所在乎的去做呢 我觉得这件事情最美的就是说 主说那你就是坐在主的身上 其实从明天开始我们会分享 在受难中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玛利亚用香膏磨主 而主说这件事情是一件美事 而在圣经里面是怎么说的 主耶稣说 他坐在我的身上 主说是坐在主的身上的就是一件美事 什么是美事呢 就是坐在主的身上 求主是恩 而在当时的世代里面 可能有些人他们服侍主 比如说有一些人 像这个小驴居一样 可以承载耶稣 有的古灵丹人西门 去替耶稣背十字架 这些人他们做了一些事情 是坐在主耶稣身上 而这些呢 我们都没有办法做了 但是今天 如果我们看到有需要的人 愿意去服侍他 这就是坐在主的身上 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所做的 在上帝的眼中 是一件美事